今天我们到二手市场 这种位置 也见是买个衣柜买个桌子 大衣柜 先买个二手的 桌子是直的 看今天300块钱逃到二手家区 300块钱逃到 感觉还挺迟的 滚 我标你了 你看他胸不胸 看他胸不胸 大家好 叶子呢 这会儿去上班去了 我跟叶子吵架了 他怎么 他一个人住这边 他们衣服都不外扔着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吵架 他然后为什么会住这边 看过我视频的粉丝应该也知道 我们认识 一年多了 谈了将近一年多了 反正 反正谈了一年多 两人 也没在一起过 哎 就是 现在 我 我 房间买了 就是现在还没有钱装 现在就是 在这个毛皮房里住 然后呢 就是 也没装卖嘛 他然后就是跟我一人住个房间 我就是我 今天来了 就是把主卧上给他了 让他不是住那边嘛 我住这边 然后我昨天晚上 我想嘛 都谈了一年半了 啊 反正感情也挺好的 就差点结婚上了 就是 住一起也想嘛 我然后就 想 想 跟他住一起 住主卧去 结果 他不愿意 然后跟他吵架了 他把我咬的 好像这个伤 还有这里 还有 还有肩膀上这里 他不愿意 然后 吵了一架 吵的 挺凶的 我也不知道他还是回去了 就是 还是去上班 看样子应该是 上班去了吧 他后再在这 他 两样手机 这个手机是我给他买的 他手机也在这 包也在那里 包也在那里 应该是上班去了 看今天晚上回来吧 回来 我给他道歉吧 实在 实在不行的话 就 不注意起了吧 等我结婚之后再说吧 反正 也应该 理解理解他吧 哎 反正他的思想感觉就是 比较落后一点 也有可能就是 人家女孩子为了保护他自己嘛 但是怎么说 实际上 我现在就是 房也买了 车也买了 都差点重了 就是现在 没钱装就 大家帮小山出出主意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回来 我看到怎么给他道歉了 哎 特别的臭 大家出出主意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啊